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上一次我們講了地牢 這一次我們講一樣在地底下的 廢棄礦坑喔 關於廢棄礦坑 你可能不知道的十件事 我們開始囉 首先第一點 我們的廢棄礦坑早在Beta 1.8就加入minecraft囉 是實質意義上的 第一個結構 因為之前介紹的地牢 實際上不是結構嘛 那個除此之外呢 那個一開始加入的時候 旁邊這個柵欄 不是柵欄喔是木材 到1.8的時候 加入沒多久就換掉了 所以大家才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的廢棄礦坑喔 不然就是後面這種木材的形狀了 第二點 我們的廢棄礦坑有一種變種 就是出現在二地生態域 它會把廢棄礦坑裡面的橡木 變成火深厚的這種黑橡木 而且很常出現在地表啦 那個鐵路也比較多齁 大家可以有空的時候可以去看一下 在這邊可以挖到比較多的金礦 所以在minecraft設定裡面 有比較多的礦坑也是很合理的 第三點 我們的廢棄礦坑可以出現在主世界的任何生態域喔 除了深淵生態域 就是我所在的這個啦 這裡就是出遠古城市嘛 雖然你偶爾還是會看到幾個廢棄礦坑不小心突出來 插到深淵裡面喔 不過這不是常態啦 它如果偵測到這個是深淵 就不會把整個廢棄礦坑放在這裡喔 第四點 我們的廢棄礦坑其實有 其實點或是有些人稱呼它為中央房啦 對就是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這裡不會鋪什麼 木頭或是鐵軌 就是一個大約10x10的空間啦 有時候它那個長度會比較長到13格 或是邊長比較短到18格的 對大概大致上是這個空間啦 比較明顯的區別是 它的角角會做的這裡欸 突出來一點喔 感覺比較像是拱形圓弧形的樣子 大致上是長這樣啦 它會有1-3456個出口的欸 看它怎麼放 怎麼連接喔 在1.18之前呢 這個中央房啊 其實點是用泥土鋪地板的啦 所以你走到這裡就很明顯的發現 欸這裡好像跟其他地方不一樣欸 相信有挖過礦的你應該都有看到一兩次吧 就發現喔這裡有一片泥土 現在已經不會鋪泥土了 已經取代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改掉 我覺得鋪泥土蠻特別的啊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一般石頭的樣子 第五點 雖然這邊叫起始點中央房喔 可是Locate指令不會直接定位到這裡啦 欸只有差七格遠欸 不會在這裡面喔 我在哪裡 看一下我在哪裡喔 我在牆壁裡 它其實定位的比較像是 就是這個 這個結構的 某一塊地方啦 不見得會在中央房裡面啦 所以 你直接定位的話也能找到就好啦 誰關你有沒有在中央房啊 第六點 早期礦坑的箱子 是直接放在地上的齁 就像這個樣子 直接放在地上的 不是放在礦車裡的 1.5改版之後呢 才是放在這個礦車裡面的齁 礦車儲物箱裡面 早期的全部都不是啦 呃 雖然礦車這個 這個礦車儲物箱也出現 Beta就出現了 可是一開始沒有選用加入齁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改成這個確實合理很多喔 第七點 說到箱子 就來講講裡面的戰利品好了 目前出現最高的戰利品 是我們的鐵軌出現機率最高啦 欸不是最多的喔 因為我們的火把更多齁 那個鐵軌的出現機率是78.4% 那火把呢 因為它堆疊每一次會有 最多會有16根啦 所以呃 出現機率出現的個數就多很多齁 差別在這裡啦 第八點 那出現機率最少的是什麼 不用說大家應該都猜到吧 是我們的 欸不是啦 附魔金蘋果 不是金蘋果啊 這邊這裡有堆疊11個了 附魔金蘋果的出現機率只有1.41%啦 然而今天秋風要講的不是這個齁 其實出現機率第二滴的是鐵鎬 還有一個叫做無的東西 就是沒有東西的東西啦 大家好像在講 我好像在講廢話齁 這個我不是在講廢話齁 不過無你應該也不會發現 因為它不是整個箱子變空的 它的出現機率跟鐵鎬一樣是71分之5 對它會取代掉就是佔掉一格的會生成戰利品的空格 然後讓那一個空格什麼都沒生成齁 大致上是這樣子啦 就是生成一個沒東西的東西 讓你的整個箱子看起來沒這麼多東西 第九點 有一種生物只會在廢棄礦坑裡面出生齁 答案就是我們的毒蜘蛛 對 毒蜘蛛只會從這個生怪箱裡面生出來齁 這個洞穴蜘蛛呢 就是我們的廢棄礦坑特有種啦 在其他地方還找不到欸 算是有點稀有的怪物齁 有嗎 大家應該被咬的不要不要 第十點 想發現廢棄礦坑呢 除了作弊或是打指令用一些怪怪的手法之外 有一種方法也是蠻多人在使用的 就是我們的聽音變畏了 打開你的字幕 偶爾會在字幕裡面看到礦車移動聲喔 那個出現的時候 表示你附近有極高的機率 有這個廢棄礦坑喔 大家可以打過來聽看看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話 呃 不想作弊 上網打找地圖算作弊齁 總之你們可以試著看看啊 這個應該沒有很難找吧 你常常在挖礦你應該找到很多格了 以上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關於廢棄礦坑的十件事了 其實廢棄礦坑裡面還有經過很多次的改版啊 像是他的外觀就加了鎖鏈 如果下方那個支柱沒辦法支撐的時候 上面會有一些鎖鏈喔 然後下方的支柱也從木材改成原木了 欸對有這些改進喔外觀上 然後箱子也有一些改進啦 像是移除了馬鞍阿鐵字馬鎧阿 減少一些東西的出現頻率 像是鐵錠阿金錠西瓜種子之類 雜七雜八的齁 這些成分的調整也有啦 一直到現在你們熟悉的這樣子看到的情況齁 那個...呃...還有什麼沒講的嗎 大部分都講齁 大家還有什麼其他額外的相關資訊 歡迎留言在下面齁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